首先的話,上個星期主要是利用政府的開放資料 當然有關大數據,你要找資料 我想最容易找到的,而且不需要付任何費用的 我想找政府的開放資料應該是最容易取得的 另外的話,政府的開放資料,它的種類也相當的龐大 你可以找資料集,資料集其實就是資料庫裡面等於是資料表 等於是一個table 當然它有很多的形式,我上禮拜講過 假如說你要在Excel裡面練習 最適合的資料是用CSV 當然它有提供其他的資料種類 種類的話,你可以從最下方這邊可以看到,答案的格式 目前的話,光CSV就有36,662種 也就是這麼三萬多種的資料 那你從其中 你可以 根據類別的話,你可以發現有這麼多 比如說像公共資訊 36,000多種 然後生活跟安全品質 比如說我們上個 禮拜做的是竊盜案件 等於跟治安有一點關係的 或者跟交通有關係,這邊也有2000多種 投資理財也有 如果你要 找到一些像股票、股市、期貨、相關資料 這邊其實也有 儘管會有公佈一些資料 其他的話,還有像購物 買房子 比如說像現在的房價 聽說政府要 要那個實價登錄2.0 不過現在不曉得也沒有 落實 那諸如此類,另外還有就醫 OK 那其中的話,當然我們上個 星期是利用那個 台北市的資料 其實台北市資料 除了說可以從台北市的那個開放資料平台找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從這邊找 我發現從這邊找也可以找 找到一模一樣的資料 所以你打那個竊盜 這邊也會出現 竊盜的話 包含 它一出現的話 它這個是上架日期 新到舊 當然你也可以 去找那個其他的排序方式 比如說瀏覽次數 假如說你要找最熱門的 比如說這裡面最熱門是哪一個 有沒有,優多到少 點一下 再看看 最多的好像就是 這個是最多人找 就是有關那個 車牌的 車輛竊道 還有那個車牌失竊 等等三萬資料 然後 觀看次數這邊會顯示出來 OK 什麼時候更新這邊會顯示 然後下載 有沒有 看的 下載這麼多 其他還有好像討論 討論那個資料到底有沒有問題 這邊有36則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想要對 這個 台灣的切刀案件有興趣的話 這個也可以下載 OK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其他有一些討論 OK 然後他主要討論最多的應該就是那個編碼方式 因為呢 大部分呢 會有亂碼的都是UTL8 所以將來如果你的Essail是舊版的話 可能 新版好像有類似的 就是你下載之後的話 打開如果你是用Essail打開的話 可能會是亂碼 可能會是亂碼 他點擊竟然會 會幫你 連結到這裡 按右鍵把它另存 另存也可以 按右鍵另存 這是網頁 所以他點擊這個下載好像要跳到另外一個 內政部的 這個後台 去把它下載下來 遇到比較多的 通常是那個 就是 那個亂碼的問題 那至於亂碼問題怎麼解決 我想我們再 看 如果有相關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另存的時候把它存 那個檔案格式 把它由 UTF8 轉換成ANSR OK 其實就可以解決那個問題 比如說像上次我們那個 練習好像也有類似的問題 那其他的話 還有像 相關切 如果我們要找那個 我們 我把按照原來的好了 上下新到舊 好像也會找到那個台北市的那個 住宅切到 好像就是在 前面幾個 就這個 點擊的話 這邊其實也有 那個 如果你要從這邊下載 也是一定要OK 那下載之後的話 這邊就 就把那個檔案給下載下來 那下載完之後 當然它是 CSV 預設就是用 ECL來開啟 只是說呢 就我剛剛講的 可能會是 打開之後是亂碼 OK 所以如果打開之後呢 是亂碼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說 這邊預設就跟你講說 是 UTF8 那有可能你是用那個ECL舊版的話 因為好像我們這邊打開 不是亂碼 但是如果你是舊版的話 可能會亂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按右鍵喔 這個時候你就不要直接 點兩下左鍵開啟 而是按右鍵 這邊有個開啟 那開啟的話 你就預設是用ECL啦 你就不用ECL 你就用計事本就好了 那其實計事本 它就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幫你把它轉換 轉換那個什麼 你的編碼方式 所以你按右鍵把它開起來 這邊一樣可以用計事本開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那個CSV格式喔 其實就是中間加豆點的 一個 豆點當分格符號的一個 檔案格式啦 OK 那其實它裡面本身就文字檔 也就是說呢 你不一定用ECL開啦 你用計事本開也OK 那所以說呢 這個地方 假設你編碼方式是 亂碼的話 在計事本通常不會亂碼 有關計事本也蠻好用的喔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改成 非亂碼 你就另存新檔的時候 這個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另存新檔的時候 找到那個什麼呢 這邊有個編碼 其實從這邊編碼 就可以修改就可以了 那理論上 一般會有亂碼 通常就是說 因為微軟 這家公司 它跟別人的編碼方式 就是不一樣 那當然可以理解啦 因為Windows的市佔率超過九成 所以呢 Office也超過九成 所以它認為說 我這麼大 你們加起來都沒有我大 所以呢 它編碼方式 它會有自己一套 編碼方式 但是一般的話 除了非微軟的那個軟體喔 通常是用這個 編碼方式 就是UTF8 那我們只要怎麼樣 如果說你有亂碼 我建議你就是 直接把它存成ANSI 然後直接存檔 那它問你說你要不要 把它取代 你就把它取代4 4之後的話呢 你重新打開 那亂碼的問題呢 就不存在了 OK 這點可能要特別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 蠻多同學問到 就是為什麼打開之後呢 會是亂碼的問題 OK 那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就是 就是 應該講什麼 微軟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他就是一定要用ANSI 但是如果你用UTF8 抱歉就不行 OK 那這個當然也發生在很多那個 軟體跟軟體之間 做資料交換 的問題上面 以後也許你們遇到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解決 OK 這個是第一個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上個禮拜的部分 是把這個檔案打開之後 增加了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 一個欄位叫區 為什麼要區呢 因為如果我今天要統計什麼 統計 到底 這個 切到按鍵裡面哪一區的發生 件數最多 那當然的最簡單的方法 特別是 第一個 你一定要有區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在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插入裡面的 樞紐分析表 所以今天的話呢 其實我們會 花比較多時間在這個 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做完之後呢 它可以對應到一個樞紐分析圖 有一個表 就會有一個圖 所以 這個期中報告的話 我是希望說 第一個 你們用類似的方法 找 不一樣的資料 當然 你 找的資料 第一個 你有興趣的 可能跟你 你的研究或者你的 生活上有關的 比如之前的同學 想要租房子 他就找那個 出租網的資料下載 OK 然後分析一下 哪個地方對他來說 這個CP值最高 OK 或者有同學是什麼 騎腳踏車 不好還蠻多啦 騎腳踏車有失竊 他要調查哪些地方 這個 自行車切到按鍵最多 所以盡量如果你要停腳踏車 你停在那個地方 你要特別小心 因為那邊 經常發生 而且切到按鍵非常多 所以是不是有一個 什麼切到集團的 他們鎖定 那個區域下手 可能性其實還蠻高 另外第二個機車 他的同學是騎摩托車 他想說摩托車停哪裡 最不安全 以後可以避開那個地方 當然諸如此類的 你可以利用 盡量 我的分數 打分數這樣 如果你 你做的那個變化越大 相對我給你的分數 也就越高啦 那當然前提是你要 就是說 要做 對我要看到的東西 不是說你就做一些 可能完全 無關的啦 OK 那當然主要是希望 你們可以 把所學的 發揮出來 那至於要怎麼變化 我覺得這裡面 還是你們自己 要花一點時間 去研究 那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 可能格式不要亂嘛 第二個的話 用各種方法 像我們區域有沒有 我們就用了哪一個函數呢 用MID嘛 對不對 那這個 入街道的話呢 用了三個函數 OK 那至於說你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那你就自己要去找 函數怎麼用 因為我不可能說 250幾個函數 我每個都跟你介紹 因為沒那麼多時間 所以主要我是希望 你們可以自己 或多少自己去找一些答案 然後把可能的 這個 答案找出來 然後把你要做出來的結果 把它試著做 做完了OK 那 當然中間一定會遇到問題 那可能還是要去解決啦 這個我想也是一種學習過程 那其實有趣的地方也在這裡 因為你會發現 哇你自己透過 自己的探索 得到一個結果 是 可能 別人不知道的 OK你也可以跟別人分享 可以諸如此類 太多了你會發現 光那個CSV能做的資料 有三萬多種 OK 除了那個 這個政府機關之外 當然還有別的啦 甚至還有一些私人機構 還有台團法人 他也提供一些相關資料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延伸性還蠻大的 但是呢 我們畢竟只有學到 函數跟巨期VBA 那巨期跟VBA 比較偏程式 所以 可能我的想法這樣 如果要求你們一定要把巨期跟VBA 納到報告裡面的話 有點太殘忍了 因為可能VBA程式還不會寫 OK那我想法是希望你們可以 除了用函數之外 也可以用VBA 但是 這個我想可以是當成是加分的要件 也就是說 如果你也許覺得自己能力還不夠 沒關係你就找函數就夠了 那如果你覺得自己能力還夠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把那個 錄製巨期 多一個什麼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或者加一個VBA 這個的話呢 可以是選項 也是一個加分的選項 如果說你覺得 沒關係 反正我 把函數這部分做好 那就夠了 那你就做函數就好 另外還有兩個 一個是 樞紐分析表 一個是 樞紐分析圖 OK 所以你將來 需要給我的第一個東西 就是Excel的檔案 OK 就是你找個主題 然後呢把它做成一個Excel檔案 OK這應該沒問題吧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再寫一個簡單的心得 就是把它寫在Word裡面 那這個心得裡面包含什麼 你為什麼要找這個 這個題目 的原因在哪裡 OK 那可能你預期 也許你可能想說這個資料裡面 比如說你猜想哪一區 治安最差 應該可以猜出吧 中山區 哪一個治安最好 應該是市政府那一區吧 因為那邊應該檢查最多吧 那信義區吧 猜想 OK 那哪一條路上發生的 切斗案應該最多 該也不意外應該是什麼 林申北吧 對 那邊不是有什麼九條通之類的 他中山北 拆嘛對不對 他哪裡經常 聽到有切斗案件 還有河堤附近嗎 比如像什麼通河街嗎 還是什麼 或者附近這邊有水源 快速大陸附近嗎 諸如此類 當然我們可以用拆 但是你如果拆想 結果你的 因為經過 你的這個大數據分析的結果 跟你所 所期待的是不是一樣 如果一樣 那當然你就 這個 所以你可以用直覺去推 那另外有沒有什麼地方是你可能想不到的部分 也許可以從資料裡面看到一些 可能你原來沒有看到的部分 OK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概 就寫一個簡單心得吧 然後另外的話呢 當然也許你還有一些 能力不足部分 沒關係 你可以在報告裡面提問題都沒關係 比如說你經過這個報告之中 你想要做什麼 像我的同學想要寫預約 但是寫不出來 但你很努力的寫 你也可以敘述一下 老師我真的很努力的 把你說教的 看了很多遍 結果還是寫不出來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可不可以請你在這個 後面的課程 稍微再說明一下 我是可以接受 因為畢竟 每個人一定會有一個過渡期 就是說你 可能從沒有辦法沒有能力 到有能力 從沒有 沒有這個專業 到有這個專業 那這個過程 可能真的是十年磨一劍 沒有人說 一下子你什麼都OK 什麼都很強大 沒有 那要經過多久 每個人都不一樣 資質不同 還有 你的努力不一樣 所以你要花很多時間在學習 對不對 那一定要 所以日文那個學習就勉強嘛 我剛才覺得勉強 為什麼日文是勉強就學習 OK 所以勉強學習 因為要逼著自己一定要學 不管怎麼樣就要學 OK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後面就教各位 這個樞紐分析表 那做完樞紐分析表之後 我們就來做樞紐分析圖 所以 總共就是會有 你們的其中的部分 原則上就有這個 這是一定要的 那這兩個是非必要的 可以選項 另外還有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你就把這個 功課表做完 最後再加一個 這個握得的一個心得 就完成了 其中報告部分 OK 那應該沒問題吧 OK 當然其實我是希望你們做多一點 沒關係你可以活一點 因為我是希望說 真的可以藉由這個工具 可以發揮到 這個很多地方上面 而且這個東西真的是 目前在職場上 非常需要 用到的一個部分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像剛剛講到的問題 哪個區 所以你可以有必要放在 這個資料裡面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第二個的話呢 插入什麼呢 樞紐分析表 所以記得喔 插入樞紐分析表 第一個呢 他會先問你說 你這個 資料範圍對嗎 資料範圍對 那就按確定 好 接下來呢 他會 做了哪些事情 你會發現喔 你可以發現 他會自動呢 幫你新增一個工作表 在哪裡呢 在原來的 函數的 左邊的地方 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 樞紐分析 那接下來 因為我要統計什麼 比如說我要統計 這個 哪一區的 切單件最多 那其實喔 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那他的原理 其實很簡單 他會先 你就先告訴他說 哪一 主要分析的 就是區 所以你把區 丟到列 OK他主要有讓你分析兩個部分 一個是 最主要的是 根據列 所以呢你就怎樣 直接把那個列 這邊區拖拉到列 第一個 那你要統計什麼 區裡面發生的數量多寡 再來的話你可以把區 再拖拉到直 那他因為裡面是放的是 非數字 非數字的資料 所以他會幫你做什麼 幫你加1加1加1 比如說 出現的是 中山區加1 大同區加1 信義區加1 然後全部3000多筆加完之後 他就幫你顯示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在那個什麼 只要你做完之後 其實就是這樣子 拖拉過來 非常簡單 這第1第2對不對 那第3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 這個 簡單的什麼呢 一個報表就出現了 那你可以看到 他 不過呢 他的排序 基本上還是以這個列 標籤當成排序 也就是說呢 他應該是以什麼 筆劃 40區大同 有沒有 筆劃少的在前面 筆劃多的在後面 但是呢 其實我們是希望看到什麼 治安最差的 應該在前面 所以呢 我們應該 再來就是改什麼 改他的 排序方式 所以喔 再來的話呢 我希望呢 幫我怎麼樣 把那個 排序方式喔 這個 切大鍵最多的 排前面 少的放下面好了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優標放在 B4儲存格 再來就是資料裡面 點一下 這邊有個什麼 排序 那你再來就是什麼 可以 利用資料裡面的 排序做什麼 z到a比較好 z到a就是 多的在上面 少的在下面 OK 那反之 那a到z 所以我們把它點一下 又不要放B4 點一下 z到a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他就會快速的 幫我把什麼 把那個 有沒有 一看就螢幕了然 有沒有 哪一區 切大鍵最多 中山區 沒有意外 OK 第二呢 40區 40 市民區好像隔壁就是 就是爐洲三 三重爐洲 不能這樣講 萬華區 萬華區歷來好像也是 比較稍微 問題多一點的 像這一次 那個什麼 COVID-19的那個 好像也是 這一點關係 其實北投 那最好的治安在哪裡 大同 我蠻意外 因為大同剛好跟那個 中山 中山 區其實是隔壁而已 而且跟萬華也是隔壁 但問題他的切大鍵為什麼這麼少 不知道 因為剛好 昨天吧 剛好我去那個大同 好像大稻埕那邊應該就是大同區吧 是不是 我發現那個大稻埕 如果你們有去的話 大同 那應該是大同區 那應該是大同區 我發現他們好像彼此之間 社區的緊密度比較高 而且你會發現 連他們的那個 沒有做生意的家門口 就盡量做得比較文創一點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經過那個 大稻埕那個附近 蠻推薦其實 你們可以去逛一家什麼 茶行 那個什麼 新 什麼 新方 什麼茶 不用收費 但是裡面做得非常好 的一個 茶行 其實 所以可想而知 會不會跟這個有關係 不知道 南港的話 南港可能因為之前覺得蠻偏僻的 文山因為是文教區 OK 好那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已經把那個 我們要的結果給做出來 主要就是 把區放在列 然後放在技術這樣子 然後最後的話 再利用 排序的方式 所以這邊 1 2 3 3的話就這個 記得在資料裡面的排序 就可以把它由 大到小 所以這邊是第3 然後再來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產生什麼 產生那個圖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產生圖 比如說我想要畫個圖 因為畢竟看數字是也OK 可是如果我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圖 如果我要呈現 一個 比例上面的多寡的話 而且你可以切換到分析 裡面就有樞紐分析圖 那其實當然如果 如果假設 一塊 100% 哪裡佔的 這個切換線最多 其實看起來應該是用哪一種圖最適合 其實用圓形圖應該最恰當 因為比例嘛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 這個 一個 餅就出來了 那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可以 把它放大一下 這邊再放大一下 OK 那只是說這個圓形圖 比較麻煩一點 它預設上面是沒有標籤 它標籤在這裡 變成說你要自己看 到底這一塊 不過它還好 游標放上去 它是會顯示說 這個 中山區 佔比 13% 會出現 可是 假如說你最後是希望 尤其像圓形圖 你最後是希望說 因為將來你可能會把它放 放在PPT裡面 有沒有就簡報嘛 所以呢最好是上面有標籤 那有標籤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新增標籤 OK 就是把那個標籤放上去 那它提供給你兩個選項 一個是什麼 把那個資料標籤放上去 一個是圖說文字 這兩個其實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一般我的習慣是會用第一個 就是那個新增標籤上去 但是新增標籤預設的好像是數量 所以你會發現它是把這個數量放上去 那如果說我不要這個數量的話 有個方法 請你再點選 這個標籤之後按右鍵 然後怎麼樣呢 把它改它的格式 所以這個可能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你點了它之後的話 再去改它的格式 那格式我是希望呢 它是哪一區 然後呢它佔比多少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按滑鼠右鍵 然後呢 資料標籤的格式 這個時候呢請各位看一下 它會秀出 右邊這一塊 格式的設定 那預設是值啦 可是我不要這個值怎麼辦 很簡單嘛打勾取消就好了 把打勾取消改成什麼 類別名稱嘛 有沒有 這邊就中山區 就是類別名稱 然後不要值 把值打勾取消 但是要百分比 我希望把百分比秀一下吧 百分比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那基本上已經很 但是最後呢你會發現 還有一個不足的地方 就同學說 是這個字黑色的啊 可是這個底也是有點黑啊 那這個幾乎看不到怎麼辦 所以喔 習慣上會把這個標籤 放在外面 一般叫 中點外側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標籤的位置 下方這邊有個 標籤位置 預設是自動調整 可是呢如果你希望放外側的話 叫什麼 中點外側 等一下 有沒有 它就跑外面了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 大功告成 OK 好 那所以有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所以這邊有個 好那 再來的話呢 這個可以把它關閉 最後其實還可以把它標題加一下 比如說這個什麼 這個 個區 比如說可以給一個那個標題叫什麼 個區 個區那個 什麼 竊案 比例好了 比例圖 OK 這樣把它改一下 會當然會更 更加的完備 這個字可以稍微放大 放大的話這邊可以 最後 還有啦 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圖粒 圖粒如果你不要的話 可以把它delete掉 因為我覺得好像有點多餘 這邊有了 那邊也有 那有點 好像 多詞一曲 你可以把它選取之後delete 大概長這樣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只是說呢 當然你可能還是需要 針對這個功能稍微了解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樞紐分析表放這邊 插入這個 樞紐分析表 過來之後的話 拖拉下來 然後排序 再來特別注意 游標放這裡 找到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其實 這個主要還是把 動作熟悉啦 其實如果你動作熟悉 好處就是說 真的也花不了多少 時間 那當然就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把那個 我們要 顯示出來的結果 馬上會有清單出來 OK 那這個當然呢 常常遇到就是說 類似像 議會裡面 那個 議員在質詢 警察局長的時候 最近那個切刀案件 怎麼樣 有沒有增加 有沒有減少 比例有沒有增加 有沒有減少 那各區 中山區 之前的 那個 切刀案件 比例增加 有沒有 事案變好 OK他會問你嘛 那問的時候你當然說 變好了 可是問題 你不能口說無憑嘛 怎麼辦 那警察局長這時候就要拿出PPT 上面呢 就是要有一個圖嘛 對不對 因為議員 如果你給他 Data 有沒有 3000多比 他一定會罵你 你給我看這幹嘛 你要給他一個什麼 很詳細的一個圖 當然一般人 看圖應該是最直覺的 OK 所以這要怎麼 快速的完成 這個動作 當然呢 這背後當然就需要 很簡單 你其實蘇流分析表 蘇流分析圖 其實就辦得到了 但是 前提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有區這個欄位 也就是如果你沒有區這個欄位 你有地址也做不到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在做那個資料分析的時候 把它做視覺化的過程當中 最麻煩的 其實還是 把資料怎麼樣 做這個資料處理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要把 某個欄位的資料 的某部分資料抓出來 OK 像哪一條路 比如說像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 就可以很快的把那個 樞紐分析 圖 跟樞紐分析表 做出來 那待會如果要統計第二個 如果我想知道 到底 台北市 哪一條路 的 切刀案件最多 但是 待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 他的這個圖 他的這個路 大概應該上千條 所以 不能列出來太多了 所以假如說我不要那麼多 我只需要 留下前十 切刀案件 最多的前十名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呈現會是最好 OK 那這個是 另外的話如果你要呈現的是 整體的比例的話 其實那圓形圖應該是最恰當的 可是如果你只要呈現一個數量的多管 那可以用什麼樣的圖形 或者是說呢 你想要呈現什麼 歷年 比如說104年到110年 到底切刀案件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這個問題 所以呢 有這個問題 那你就要找這個答案 那找這個答案的過程 當然第一個你要想到 你可以用什麼 樞紐分析去分析年 但是問題你的 資料裡面如果沒有那個年的那個欄位 那你就要把它變出來 OK 所以你要統計 什麼資料之前 那你就要先變出那個欄位 再丟給樞紐分析表 幫你做分析 那其實很快 我發現其實 花不了多少時間 你大概會有個答案 OK 那這個答案就可以幫助你做什麼 做決策 OK 不然的話 資安已經這麼好了 然後你還定在牆壁上 定在台上 還要被議員罵的半死 你連說嘴都沒辦法 但你沒有資料嘛 你只要給他看嘛 你看 我已經這麼認真的 你還要罵我 對不對 那當然你說過去 而且你如果把資料拿出來的話 那個議員還罵你的話 那真的 議員有點 不太OK 就像說你的成績已經很OK了 在家裡已經OK 結果你爸 你已經考了99分了 平均 結果回去 你爸爸 非但沒有 獎勵你 還罵你一頓 為什麼差一分 對不對 當然你心情一定不好 所以要怎麼樣 可以用一些 方式證明 我想 主要是這個 樞紐分析表 它主要的那個功能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熟悉一下這個部分 載那個 也是 便宜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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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